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正式发表了讲话 他的讲话中一个很重要 卢卡申科讲话中很重要一句是什么 说我和普京都是即将马上卸任的政治家 大家去网上查这句话 这是公开的 就是即将正式卸任的政治家 这个是啥意思啊 这个大家去查查 因为卢卡申科说自己就完了 你讲个话你说你是就完了吗 什么叫我和普京都是 这个话肯定是有很深刻的一个含义的 对吧 因为最忠实的伙伴就是白俄罗斯了 打仗打到现在俄罗斯最忠实的伙伴就白俄罗斯了 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这个讲话 预示了什么含义 大家自己去想吧 大家自己去想 但是只要俄罗斯倒了 很多事就会出现 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有人跟我说 我说赵老师数字货币未来怎么样 我说稳定币不了 稳定币它是因为有基础 只要稳定币 它真的稳定不是骗人 那它没有什么涨跌不了 至于其他所有的数字货币涨跌的核心在哪 我说三年 不管哪个币 我都不建议你们去炒 三年内 他说为什么呀 赵老师为什么三年内不建议去炒 我说不光这个 所有这种投机性强的相关产品 我都建议你们谨慎去做 说为什么呀 赵老师 我说因为这三年 俄罗斯 中共 特别是中共 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但是只要发生了大事 你放心吧 这个市场消息传出去 在金融市场 证券 特别是投机市场 都是大的震撼消息 对呀 大震撼消息 这个注意啊 比如说菲律宾 这次真的跟中国动武了 撞开了中国的叫叫叫海警舰 跑到岛上 完成了补给 然后菲律宾自己电视台播了 所有内容菲律宾自己电视台播了 那中国没播 但是你说中国这口气能咽下去吗 会不会真的就冲突打起来呀 这都不知道 所以呢 现在呢 这种发生冲突擦枪走火的机会 而且面对中国擦枪走火机会太多了 那么任何一次这样的机会发生出现 对于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大的震动 而对于现在主推数字货币 在香港大规模要把它建成数字货币中国的香港 那么产生的影响一定是世界性的 所以我说呢 现在这段时间的数字货币 不属于正常的平时和平时期的金融产品的这种走向 我不建议大家买的原因就是除非你特别牛逼 就是他可能会走出极其特殊的行情来 这个行情是什么咱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呢 真的发生什么异常变化就很难 所以呢 就就建议啊 除非你自己特别有把握 所以呢 我个人出现建议 但是俄罗斯现在看得见了 这越来越不行了 这个大家看得见了 房子跟商铺确实是卖不掉 没有底啊 不要去抄底 房子跟商铺不存在抄底的情况啊 跟大家讲一下 房子为什么没有抄底的情况 抄底是你知道底在哪你去抄底 你现在知道底在哪吗 对啊 你现在知道底在哪吗 三万贩钱的房子 跌到一万是底吗 还是跌到五千是底 还是跌到一千是底 我告诉你如果这坎儿房子没人要 他就一分钱不值 所以房子没法抄底 中国房子不值钱 房地产企业现在是活不下去的 中国房地产企业现在的销售额 今年上半年截止到六月底的销售额 房地产企业中国百强房企 一百强房企业 大家有些位看看 和中国三百城三百个城市 这都是公告的数据 房地产相关销售的情况 跟去年相比都是暴跌 最最好的数据跌20% 很多是腰斩甚至膝盖斩 所以今年这种情况 你放心大量的房企 今年是过不下去日子 去年咱们知道有什么三支箭也好 三百支箭也好 救了中国房企一波 今年这箭已经是没有了 箭已经是没有了 所以中国今年的最大问题是 房企下半年很多要扛不住了 要开始倒了 房企倒了 那你看房地产产业之后能崩多久 房地产这个产业 房地产没有可救的 当年还老告诉中央救房地产 有的是招 终于终于 我去年七月份就说房地产没得救 救不了 没有可能救 什么都不好使 现在终于很多人说了 中国救不了房地产 任何招都没有用 救不了 你说现在怎么救 拿啥去救 你降是首付 你降利息 就是你有什么招都不好使 因为没有人会去买房了 对 除了特别紧张的刚需 那你量才多大呀 根本维持不住 一个小区 你现在看看 有多少小区入住还要摇号 对吧 有人说限购取消 没有用 限购取消也没人买 对 现在这个房子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底 谁进去买 谁都是傻子 有病吗 进去买房子 所以房子这个事肯定是不用想的事 中国 不建议啊 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告诉大家 不建议去买房 统租房肯定是割韭菜 统租房原来跟大家讲过 深圳为什么做统租房 我忘了是多少 是25亿吧 还是多少 我忘了 就是深圳做统租房 是把所有统租房收回来 签署的相关合同 把这个统租房 深圳市政府相关机构 委托机构 然后把所有这些出租房 都租过来 统租房 统租房以后呢 租过来以后呢 有人说啊 会把里面放上好多家电 放上设备 再重新出租 出租价格高挣钱 这个是挣钱 最主要的是金融 他把这些统租房的合同 押给了是民生还是哪个银行 从那个银行 好像拿了几十亿的信贷资金 也就是我现在深圳市 有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由政府做担保 拿了这么多房子的 出租的权利在我手里 协议都写了 那我必然把这些房子 出租出去 更高价格出去 会产生大量现金流 这个生意就成了一个 貌似有利益的生意 然后拿这个生意 向金融机构 做几十亿的贷款 这是他核心 现在中国不是这个 乐山大佛都已经租出去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所有相关的国企 相关的政府机构 把能变成变现的 不管是直接在商业上变现 像乐山大佛 还是在金融市场能变现 像深圳统租房的 都进行变现 很多事做的目的 不是为了这个事本身 而是为了让自己增加现金流 增加现金流 都是为了这个 房子呢 北上广深等等 几个地方 只可能是降的会慢 中国真的出大问题 那 清朝之下 岂有完卵呀 没有可东西的 没有可那个什么的 卖房很招有吗 很招有 关键你得被抓呀 很招你得被抓 在中国很招很难 因为中国你的很招 都熬不过中共 中共的很招一定比你的很招厉害多了 所以呢 在中国煤炭有 在中国煤炭有很招 对 在海外很多很招都会有 对 在海外很多都会有 在海外为什么 海外传销 它叫做符合营销 多层次符合营销 几乎所有做 主要不是诈骗 都是合法的 你说传销合法 很不很 很招 海外大部分地方赌博是合法的 你说很不很 很招 所以你知道在海外 为中国多容易 你在中国做个交友网 你在海外做个交友网啊 你在海外做交友网 你就把传销跟赌博都放进去 你给这个女孩子充了钱 充了买礼物1000万 买了一个 不是1000块 买了一个嘉年华 你这边就有1000块的一个点位 然后呢24小时开奖也好 每周开奖也好 一奖励你呢 就可能奖励你多少现金 或者奖励你多少嘉年华 多少这个多少那个 奖励你跟主播吃饭 等等把赌的因素放进去啊 然后呢 所有进来刷的人呢 只要是你介绍进来刷的人 他刷的礼物你全有提成 可以给你两层三层四层提成 你带1000个人去刷礼物 这1000个人刷的礼物你都有提成 从你这只要引流 扫了你二维码家的这个人 你都有提成 等等 就是你把这些逻辑都放到海外 都是合法的呀 你放到国外去做 都可以 没问题 你的服务器只要在国外都可以做 这都是狠招 要想狠招 这不就是狠招吗 但是你在中国都做不了 在中国这些东西都是违法犯罪行为 国外合法的 我告诉你国外是合法的 明白了吗 所以呢愿意做狠招 你可以到国外来做平台 把服务器放在国外 用国外的 这个 这个 叫叫叫 网盘 存储 对呀 然后用什么paypay之类的 直接做交付 第三方支付 就可以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啊 今天咱们就是脱口秀结束 听贾老师瞎嗶嗶 脱口秀结束 大家好好睡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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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